你好,欢迎来到老杨读红楼 让我们一起细读红楼,品味人生 本集主要讲 一,凤姐通过放贷赚了多少钱 二,刘姥姥怎么维护贾府这门亲情 三,螃蟹宴的账到底是怎么算的 上一集的末尾 吃完螃蟹宴的一堆人 在李丸的带领下评价了 贾府最出色的四个丫头 她们是鸳鸯、彩霞、习人、贫儿 李丸对于彩霞不以为然 但是对于贫儿,她非常喜欢 说着说着,她就感叹自己身边 少了贫儿这样一个人 然后就流下泪来了 大家看到这个情况就干脆散了 到了这个时候 婆子丫头才开始打扫偶像蟹 收拾东西 习人想拉贫儿到怡红院喝茶 贫儿却说下次再去 可习人叫住了贫儿 问他为什么这个月的月前 贾府上下都没有发 贫儿走在习人身边 悄悄地说 习人别问了,过几天就发 然后就告诉习人 王熙凤在外面放贷的事情 他还提醒习人 这是秘密,不能告诉别人 习人听了很奇怪 说难道凤姐还缺钱 还不满足吗 为什么还要费这个心呢 贫儿也赞同习人的看法 说这几年凤姐这么干 一共产生了几百两的利息了 同时呢 凤姐自己积攒的月钱 也跟着一起在放贷 现在一年不到 这部分的利息就能超过 一千两银子了 上面这段凤姐赚钱的话 原文不太好理解 这里我还是按照自己的理解 做一个翻译 请你注意 贫儿这里呢 其实说了两笔投资 一笔是用贾府的月钱放贷 这个几年时间才一共产生了几百两 而更多的是凤姐拿着自己的提及 也就是月利加上贾府月钱 放贷产生的利息一起放贷 时间长了 这笔钱更大 所以现在说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有上千两银子了 荣果府上下每个月的月钱 我们可以简单估计一下 主子加上一两的丫头 以及管家之类有一定身份的人员 总共大约每个月两百两 其他的下人我们按五百人估算 每人按照小丫头的标准 五百钱 那就是二十五万钱 再按照一千七百钱 对应一两银子来折算 差不多是一百五十两 总共就是三百五十两 即便我算少了 那也就是几百两这个范围 而凤姐每个月的月利是五两 待遇进府的时候 凤姐就已经开始管家了 所以到现在至少已经六年 这就有三百六十两 跟贾府的月利是一个数量级的 贾府每个月的月利钱是确定的 而凤姐用自己的钱加上滚动出来的利息 却是不断增长的 时间一长 大头显然是凤姐的投资 而不是贾府的月利 如果你想更仔细地分析 凤姐的这笔投资 请关注老杨即将推出的 《红楼理财》专题节目 在前面的节目中 老杨说过 放贷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道德问题 而现在呢 我们买房买车 甚至是日常消费 都会用到贷款 没人放贷 我们就可能很久都买不起房子 只有那些有欺骗性质的高利贷 才是有问题 值得谴责的 凤姐通过放贷赚钱 跟我们现在把钱放在银行 银行再拿出去放贷 是完全一样的性质 这件事的关键问题 是把公款的利息 变成了自己的私房钱 所以习人听了 也笑着说 这是凤姐拿大家的钱赚钱 还让一堆人等着发工资 怎么说 贫儿到底都是凤姐的人 所以他说 习人这是没良心 难道对方还缺钱用 这句话的背后 是说习人已经是姨娘的标准了 是整个荣国府里最有钱的丫头 习人解释说 虽然自己不缺钱 而且也没有地方用钱 她这只是给宝玉做准备 贫儿说 如果习人这边急着用钱 可以让人找她拿钱用 等后面再从习人该发的钱里面扣除 习人说 现在用不着 她只是担心 以后不够用 那个时候再找贫儿要吧 上面这段 习人跟贫儿的话 写得很有意思 目的呢 完全是写凤姐的机关算尽 习人听到凤姐放贷的第一反应就是 难道凤姐还缺钱吗 何苦还操这个心 你看到没 习人已经是很操心的一个人了 可她还是不理解 凤姐为什么要为了钱这么折腾呢 我们现在天天想着赚钱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不是富二代 要自己照顾自己 然而 贾府的情况完全不同 这些贵族 甚至是贵族的丫头 都已经习惯地认为 是没有必要为钱操心的 因为过去一百年 都是顺风顺水 衣食无忧 所以呢 反而显得凤姐过于操心了 我们再想深一步 为什么凤姐会比别人更操心呢 这是因为她管家 知道贾府现在的经济情况 正所谓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其他人更容易沉迷在 眼前富贵的假象里 再往前想 秦可卿去世的时候 为什么会给凤姐托梦呢 这也是因为 秦可卿本来就是宁国府的管理者 她也知道宁国府的情况 说完话 平儿就出了大官员 回到凤姐这边 她没看到凤姐 却看到了之前 打抽风的刘姥姥和板儿 这个打抽风就是打秋风 意思呢 就是找个理由 向有钱的人要钱 这个时候 张才家的和周睿家的 在陪刘姥姥 还有两三个丫头 在地下收拾刘姥姥带来的土特产 大家看到平儿进来 就都站起来了 刘姥姥知道平儿的身份 就赶快跳下来问平儿好 还解释了一下自己这次来的目的 那就是用自己种的新鲜粮食和蔬菜 感谢贾府对自己的帮助 他还说 贾府的人应该吃腻了山珍海味 可以换个口味 尝尝自己带来的东西 如果你是平儿 知道他上一次是来打秋风的 那么这一次看到他 是不是会想到他又来要钱呢 然而刘姥姥这次不是来要钱的 反而是来感谢的 这不但超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 应该也超出了贾府其他人的想象 但是呢 却合情合理 还凸显出刘姥姥会做人 贾府这样的关系 对于刘姥姥一家人来说 是可以救命的 但是维护这个关系并不容易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础 是礼尚往来 长时间不走动就疏远了 可是就像刘姥姥自己说的 凤姐拔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 两家的社会差距这么大 要往来并不容易 上一次人家帮了自己 现在刘姥姥空手上门 肯定是不好意思的 但是贾府什么都不缺 拿什么当见面理是个难题 对比前面 宝玉送荔枝和颜真卿真迹给探春 席人送蝉丝玛脑碟子 和大官员的特产给香云 有钱人送礼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没钱人给有钱人送礼 那就比较困难 刘姥姥的选择 是送些自己种的土特产 虽然这些东西不怎么值钱 但是他们是自己种的 这就让东西增加了很多意义 这跟之前薛盘问宝玉 打算送什么生日礼物给自己 宝玉说要送一幅自己画的画 探春费尽心思给宝玉做鞋 香云送自己的针线活 给宝钗当生日礼物一样 让人不能直接用市价衡量 礼物的分量 由此我们也能总结出 一些送礼的技巧 那就是在不可能投入 更多金钱的时候 投入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也是可以提升整体价值的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大家都是人 除了能看到的金钱对应的价值 对方的用心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我记得很多年前 学生情侣之间 会送亲手折叠的幸运星 签纸贺 还有自己做的风铃 这些私人定制的东西 真的要比街上买到的礼物 重得多 想到对方在上面投入的 时间和感情 你就不可能轻视这份礼物 当然 这些礼物的对象也要合适才行 刘姥姥送土特产给贾府是合适的 贾云送就不合适 贾云送白海糖花给宝玉是合适的 但送给凤姐就不合适 其中的道理呢 你可以自己细细品味 贫二看到刘姥姥这么客气 马上就表示了感谢 还让大家坐下 让丫头倒茶 周瑞家和张才家的两个媳妇 说贫二今天酒喝得真不少 连眼圈都红了 贫二则说 这都是李丸和姑娘们灌酒的结果 张才家的说 自己倒是想被人灌酒呢 可惜没人让自己去 下次有机会 贫二就带着自己吧 大家都笑了 因为说到了大官员今天的饭局 所以周瑞家的说 自己一早就看到了那些螃蟹 两三个螃蟹就有一斤重了 你看到没 清朝的一斤是六百克左右 两三个螃蟹就是一斤 那么每个螃蟹 差不多就折合现在的半斤了 我们想想 半斤一个的螃蟹 是不是宝钗说的极肥极大呢 周瑞家的还说 螃蟹一共有三大楼 大约有七八十斤 按照两个半一斤算 总共八十斤 刚好是两百个 周瑞家的说 如果把这些螃蟹分配一下 恐怕还不够呢 他说的是分配给谁呢 是荣国府所有的人吗 应该不是 他就是指大官员里的人 可是即便如此呢 平儿说 这哪里够 只不过是有名的人 才能吃两个 其他人 有的摸得着 有的摸不着 我们在前两回看到 情况确实如此 参加活动的 不管是主子 还是仆人 都是有名的 其他没名的 运气好 可以在桂花树下 参加野餐 更多的人 根本摸不到 刘姥姥听了 就开始算钱了 这个行动 跟你我的反应 是多么一致啊 看到什么 就会想想 到底值多少钱 现在呢 就让我们看看 这顿螃蟹业 到底有多奢侈 刘姥姥说 这种螃蟹 今年是五分一斤 十斤五钱 五五二十五 三五一十五 再搭上韭菜 一共倒有 二十多两银子呢 这个算账的部分 难倒了很多人 感觉是比糊涂账 让我们也动手算算 前面两句 说得很清楚 那就是 十斤螃蟹 是五钱银子 八十斤多少钱呢 五八四十嘛 一共四两银子 可是刘姥姥 为什么说 五五二十五 三五一十五呢 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把八十斤 分成了五十斤和三十斤 分开算的 二两五加一两五 还是一共四两银子 比螃蟹更贵的是韭菜 那些有十几两银子 总共呢 就超过二十两了 你可能会说 这韭菜也太贵了吧 居然比螃蟹还贵 好酒一直都是很贵的 一般情况下 酒洗礼的费用 也是一半酒钱 一半饭钱 在饭钱里呢 除了螃蟹 还有别的配菜 所以这个比例 基本是正确的 这就类似 一顿酒宴花了 两万多块钱 最贵的一个菜 四五千 你也会把这个硬菜 拿出来单独提一下一样 刘姥姥算完账 就说出她经典的那句话 这一顿的钱 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 这句话非常重要 它直接成为 我们评估 《红楼梦》世界 购买力的指标 同时呢 也成为上个世纪 诸多点评价 批判贾服 腐败的理由 可是现在 就没有这种饭局吗 一样有 只是没有摆在阳光底下 让大家看到罢了 贫儿问刘姥姥 见过凤姐没有 刘姥姥说 见过了 就是凤姐 让他们等着的 刘姥姥 看看窗外的天色 说时间不早了 自己干脆走吧 免得出不了城 为了安全 古代的城市 晚上都是要关城门的 很多时候 还要宵禁 也就是 在夜里 禁止上街 所以刘姥姥 会提到这个问题 周睿家的觉得有理 他就去找凤姐 过了半天 他才回来 笑着说 刘姥姥的福气来了 竟然投了两个人的援 贫儿问是怎么回事 周睿家的说 自己在贾母那边 见到了凤姐 偷偷地 请示凤姐 刘姥姥的事 凤姐说 刘姥姥 扛土特产来 太辛苦了 干脆住一夜 再回去吧 这不是一个缘分吗 而更大的缘分是 这个悄悄话 被贾母听到了 她问 刘姥姥是谁啊 听了凤姐的解释之后 她就说 自己也想见一见 这就变成 天大的缘分了 说完呢 就催刘姥姥 去见面 刘姥姥听了 就慌了 贾母可是 一品夫人啊 她说 干脆让周瑞嘉的说 自己已经走了吧 贫儿安慰刘姥姥 她说 不用担心 贾母最连老惜贫了 不是 狂三乍四的那些人 什么是 狂三乍四呢 就是 自以为是 嚣张跋扈 满嘴跑火车的人 社会上 这种人很多 有点权势 就飘了 狂了 看不起别人 其实呢 真正的 贵族气质 就是贾母的气质 完全不会歧视 不如自己的人 你可以拿她 跟自己认识的那些 成功人士比一比 为了安抚刘姥姥 让她不怯场 周瑞嘉的和平儿 一起陪她去见贾母 这就带来了一场 精彩好戏 下期 下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